情人节渴望自由 房祖民出庭笑容 成龙之子房祖民惹上了大麻烦 被押148天后 经首度露面 与北京东城法院出庭受审 他的眼神或说柔和 哎 或说呆滞 总之英气竟失啊 任分面对 哎 至于轻松的态度 嘴角的微笑也是有原因的 去年8月14号 房祖民和柯震东在中国涉毒 被北京公安抓取关 当时船和房祖民交往 三个月的小牌女星落实 同场被带 柯震东在北京行政拘留 14天后获释芯片小时代 四汗打喷嚏 却如判死刑供应无期 房祖民因为收容他人吸毒 哎呦 罪比较重 但公诉人在目测年纪上 嗯 远比辩护人代表轻得多 他去年自首缴出117克大麻 并充满回忆 他说我犯了错 我知道错了 我应该遵守法律 开庭90分钟后 北京东城法院审查员 判他有期徒刑6个月 并处罚金2000元人民币 是说中国歌手李戴墨 也构成收容他人吸毒的罪名 却被判了9个月 中国南新黄海破买春 刑期跟房祖民一样16个月 网友就笑批了 吸毒判得比嫖妓还轻啊 加上积压一日 折抵刑期一日 房祖民2月14号 情人节前后便可获释 哎呀 他可以赶上回家过春节 跟陈龙和林凤娇 喜洋洋的团圆了 苹果鱼狼赖 在这里给房祖民 和家拜个早年 热吧 热吧